为绝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持续推进乡村振兴 着力创建一居一夜和美乡村 前武镇前南社区聚焦百千万工程工作部署 突出挡箭引领 充分发挥一张网治理模式 打通基层治理服务最后一米 以实实在在的服务 让社区居民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前南社区辖区面积5.7平方公里 拥有12个商住小区 过去由于建成房屋大多年代久远 存在诸多问题 特别是被接小巷和物业管理问题 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之前来到我们前南社区 累向到整个90%以上的都是泥泥路 这几年我们同上席政府资金 还有那个短板 还有那个门威三方面 把我们那个写区内的道路硬底化 达到那个20万平方米 除了修缮道路 为进一步提高辖区居住环境 2021年前南社区启动了兴起小区评比 按照综合管理 公共秩序 保洁服务 绿化管理 其他管理等五大模块进行考核 通过评比活动激发物馆公司的竞争意识 提高他们的服务质量和水平 同时也让业主们能够更加了解和关注自己 所在小区的管理和服务情况 促进业主与物馆公司之间的沟通和合作 有了这个小区评比的话 服务跟环境都有了提升 希望大家都能屏障五星好评 然后都有一个美丽环境的服务 好一点的小区 你的小区的那个木管好不好 服务好不好 都有那个议认出来的 所以你达到你一定的那个精度作用 此外 前南社区构建的 社区网格物业三级治理体系 组建起了由社区两委成员 党员 小区物业的网格队伍 通过网格化活动 倾听群众所思所想 所需所判 畅通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做到信息上通下达 问题及时协商处理解决 从而达到共同联动的良好效果 如今 前南社区接触探索 创新打造的服务型社区取得成效 先后获得省六好平安和谐社区 省宜居社区四星级 市最美志愿者服务社区 全市数字化小区治理先进单位 市文明单位等称号 打造那个红石阵地 集团那个社会各种人才 打造最后一公里 希望就是用群众 用我们的居民 获得那个胜负感 安全感 朱海太报道